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威胁将袭击欧洲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7月22号 星期六 努力六月初二 我是何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先来看一条短讯 警方今天凌晨接到报警之后 在多伦多东端乌特拜沙滩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死者大约50岁 警方表示 他们认为该女子是溺水身亡 事件没有可疑之处 我们再来关注威廉王子康里的消息 威廉王子和王妃凯特 今天在沃泰华 展开在加拿大的第三天访问行程 一前两天 面对大批热情的加拿大民众的场面相比 今天的活动属于小范围 也较为安静 威廉抗力今天中午 在总督夫妇的陪同下 在总督府植树 之后他们前往加拿大战争博物馆 会见退伍老兵和阵亡家军亲属 威廉和凯特还参观了博物馆的美术展厅 并为威尔士艺术家Augustus John的一部 未完成的油画节目 该幅40英尺宽的油画 描绘的是一战中维尼岭战役 原本将作为 加拿大战争纪念艺术画廊的主题作品 可惜一直没有完成 威廉抗力于今天下午 飞往他们此次访问的 第二个城市蒙特利尔 参观一间儿童医院 并看望那里的病童 傍晚威廉和凯特 前往魁北克旅游酒店学院 之后出席魁省省长的晚宴 WOW TV 李超报道 皇家奇景证实 周四发生在萨省北部的 飞机坠毁事故中 目前已经证实有5人死亡 是一架单引擎飞机 飞机坠毁在South Sand镇 北部约60公里的Bus湖 加拿大交通安全局表示 军方派出的搜救人员 已经找到了飞机的残骸 并先后找到5具尸体 警方已经通知了遇难者家属 应家属的要求 他们的姓名没有公开 由于苏里市河水的水位盟涨 曼尼托巴省预计将迎来 新一轮的洪水 省长今天早上宣布 家军士兵将赶来协助当地的靠洪 苏里市河的水位已经威胁到 曼尼托巴省西南部 许多其他市镇的民众 赶到受洪灾威胁严重的地区 协助堆防沙带 加固堤坝 省府表示 苏里市河的水位比预计上涨得快 可能在7月5号到达洪峰 部分河岸的堤坝 可能需要加高4米 在上游的部分地区 河水水位已经上涨15厘米 迫使当局关闭了 进出这些地区的主要公路 有大约1000名居民 也接到撤离警告 WOW TV 李超报道 魁省一名心脏病科医生 杀害两名年幼子女的案件 正在等候陪审团的判决 39岁的Gitour Cut 涉嫌在两年前杀害子女 他在法庭上称 因为与前妻不合 他决定自杀 但是因为不愿意 自己的两名年幼的孩子 看到自己死去 所以决定和他们同归于尽 他承认导致孩子死亡 但否认蓄意或预谋杀害他们 在法庭上 法官告诉陪审团 可以判决四项罪名中的任何遗项 一级谋杀 二级谋杀 过失杀人或因精神问题 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不过由于Tour Cut 已经在审讯中 承认自己杀害了两名子女 他不可能获判无罪 如果被判一级谋杀罪名 他将被判终身监禁 WOW TV 李超报道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国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我们在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 昨天在纽约出席庭审 法官宣布解除卡恩的软禁令 并发还巨额的保时金 不过护照仍然被扣押 之后卡恩与妻子 前往曼哈顿东区的一家 意大利餐馆用餐 这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于5月14号因涉嫌性侵犯 酒店女职员在纽约被捕 缴付合共600万美元的保时金 和抵押保证金 卡恩被控以7项与性侵犯 有关的指控 虽然法院昨天宣布 解除卡恩的软禁令 以及发还巨额保时金 不过法官重申 并不代表撤销控罪 法院不会急于宣判 会继续调查 以适当方式重新审查案件 而卡恩的代表律师表示 虽然卡恩的护照仍遭扣留 无法离开美国 但他可以在美国境内自由出入 WOW TV 李超报道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7月1号通过电话 向迪利波里民众发表讲话 警告北约立即停止空袭利比亚 并威胁要对北约的空袭 以牙还牙 把战火烧到欧洲 他还号召自己的支持者 夺取法国空头给反对派的武器 卡扎菲在当天的讲话中威胁说 如果北约不立即停止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利比亚政府将予以还击 利比亚人民也可能前往欧洲发动袭击 卡扎菲还号召自己的支持者 前往西部山区 夺取法国空头给反对派的武器 并向米苏拉塔等 被反对派占领的城市进发 据法国军方证实 法国6月早些时候 曾在迪利波里附近 向利比亚反对派空头清醒武器 当天上万名利比亚民众 聚集在绿色广场举行游行 他们高举绿色旗帜和卡扎菲照片 抗议北约空袭利比亚 但在卡扎菲讲话两小时后 北约战机轰炸了迪利波里中心地区 有目击者称 看到卡扎菲经长骑身的 阿齐齐亚军营附近有农烟升起 WTV 李超报道 一只试图前往加沙地带 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援船 在离开希腊港口之后 遭希腊当局的拦截 船长被捕 这艘船在周五被希腊韩警卫队拦截 该船的组织者Sandra Rush是加拿大人 也是救援船队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他拒绝提交该船的注册文件 希腊当局昨天发布禁令 禁止希腊和外国船只 自希腊港口出发前往加沙地带 60岁的船长姓名没有公布 他被扣留在当地警察局 将于下周二出庭 警方说他面临企图未经允许离开港口 以及威胁船上乘客安全等指控 这座名为Audacity of Hope的船上 共有36名乘客 4名船员和10名媒体记者 网TV宜超报道 6月30号 法国总统萨克齐 在与民众见面的时候 隔着围栏 被一名男子伸出手拽住衣领 萨克齐险些摔倒 总统的安全保卫人员 随即制服了这名男子 7月1号 这名男子出庭受审 将面临9个月的监禁 据调查 袭击者现年32岁 平时为人稳重低调 据法国媒体报道 他是为抗议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而做出如此举动的 截至7月1号 热带风暴阿林 在墨西哥部分地区 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 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 和近30万人受灾 阿林是今年北大西洋 飓风季第一个热带风暴 6月30号登陆墨西哥 目前已经席卷 墨西哥一半的地区 其中韦拉克鲁斯州的53个市寸 现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17.8万人受灾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郭美美事件 引发公众质疑红十字会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一切活动被叫停 国民党召开第十八届 全体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马吴沛获国民党 2012参选人正式提名 观众送上当日娱乐新闻 全程最快 多伦多唯一娱乐新闻节目 八镜娱乐 网上即时点播或用手机收看 都一样可以巴静娱乐 整个小镜娱乐新闻节目 开中了 比较高 最新的一切 这年设计 最新的欧洲名牌市场 还有高中选一样的 新它们的好市场 旅行 还有最新的欧洲名牌市场 快點來選購你的心水時裝吧 想了解多點東方藝術的起源發展 想知道這些藝術對歷史和社會的貢獻 中心舞台逢星期日下午1點半 用家國官方語言為你講迷人的風景 悠久的歷史全英文的講解 讓本土生長的華人更容易了解到 中國的秀美山川和風土人情 旅遊指南風星期一三五下午1點半 帶您一起去度假